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八題 第八題就是接續第七題 請詳細說明課本21.4的例子 說明如何評價債券選擇權 事實上這個例子 就是藉由遠期直立域的波動度 來推估遠期債券價格的波動度 然後進了去利用Break的model 去得到債券信貨選擇權的價格 所以我們並利用課本的計價軟體 即手動計算的兩種方式評價值 那這兩種方式算出來的結果 一定要一樣 不然就是有一個做錯 但是課本應該不大會錯 所以假如做出來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做錯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手動算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你假如不手動算一下的話 有時候你不是太知道它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手動算一下還是有好處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課本21.4 它的例子到底是在說明什麼 它就說我們現在是站在今天 然後今天有一個債券價格 它是10年的債券 它是一個10年的債券 然後它是半年復習一次 通常在學術上討論的時候 就是假設面額是100塊錢 因為實務上其實也是百元報價的 好 那的話Coupon rate 就是8% 然後旅約價格是115% 但是剛剛Coupon rate還沒講完 就開始講旅約價格 那通常國外的債券 而且尤其是公債券都是半年復習次的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寫成半年復習次 那你就知道大概每半年就可以拿到4塊錢 就可以拿到4塊錢的債券 好 那旅約價格是115% 但是呢 這個旅約價格到底是Qualited Price呢 還是Cash Price呢 那其實呢 課本它就是分兩種狀況去討論 那它的基價軟體裡面呢 事實上也是有兩個地方可以讓你去勾選 就是你假如有勾跟沒有勾呢 其實就是在評價不同的K的定義之下的債券、現貨、選擇權 好 然後呢 它就說假設遠期利率的波動度就是20% 那這是課本給的 然後呢 我們假設呢 所有的利率 不管是哪一天期的利率都是5% 那這個5%其實是用來折現用的 而且它是假設它是連續的負利 它是連續的負利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張債券 我們到底要算什麼 我們呢 其實要算債券它的那個 債券選擇權的價格 但是呢 這個選擇權的權利期間呢 高達幾年呢 高達2.25年 2.25年 所以這個2.25年呢 這邊事實上是選擇權的到期日 選擇權到期日 這是選擇權到期日 好 所以在2.25年之前呢 那這張債券到底會發幾次的利息呢 所以它在0.5年的時候 我這邊怎麼寫0.05年呢 它在0.5年的時候呢 會發4塊錢的債券 然後呢在1年的時候呢 也會發4塊錢的債券 在1.5年的時候呢 也會發4塊錢的債券 然後呢在2年的時候呢 又會發4塊錢的債券 4塊錢的債券 那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就是 這個長達2.25年的債券 現貨選擇權 那它的權利金應該是多少 那不代替這個是一個賣權 這是一個賣權 課本它是講說這是一個 歐式的債券賣權 那權利期間呢 長達2.25年 好那但是呢 我們是用break的公式來算的 所以你知道很多東西 都是要帶遠期的東西進去 所以矯正這樣手算的話呢 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再說吧 我們先看一下 那課本的公式的那個計較軟體呢 我們可以怎麼去用 好所以我們就把課本的計較軟體 把它打開 那你就會發現按一按 就得到數字了 還挺開心的 但是等一下手算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真是有點複雜 好所以呢我們就選 這個地方有一個bund option的一個計算表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弄大一點 好所以我們就開始做吧 那這個債券的資料就是填在這個地方 好所以呢 現在的債券它的面額是100塊錢 然後呢債券總共有10年 那corpion rate呢 我們是8% 所以呢 quarted bond price呢 等一下它會幫我們算出來 好然後呢我們就把那個 利率曲線結構呢 就把它寫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呢我們這個例子都是假設 不管是幾年期的利率 連續付利呢全部都是5% 所以我們就把它填 0到10年都是填5% 然後呢債券它的付息呢 是半年付息次 所以這裡就選半年付息次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用的其實是 black的model 就是算歐式的債券 現貨選擇權 那這個程式呢還有很多 像什麼normal啊 這類的 那這個有興趣再去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option的data呢到底有哪一些 首先呢我們先把 那里約價格呢115點進去 那選擇權的全體期間呢是2.25年 好那這個year的option呢 其實就是遠期殖利率的波動度 那我們這一個例子裡面呢 其實是假設20% 我弄錯了 其實是假設20% 所以你就輸入20 那這個程式呢有一點有趣的地方就是呢 其實很多東西百分比它都會自動幫你加了啦 所以像20%你就直接打20進去就好 不要再打0.2不然呢算出來有時候會怪怪的 好所以呢 等一下這個程式會幫我們算一下 那債券呢現在的那個 報價是多少 然後他也會算出選擇權 他的價格是多少 好那因為呢我們這是賣權 所以我們這裡就選賣權 好那假如說呢今天的里約價格呢 是quoted strike的話 也就是說呢 假如里約價格呢是 是那個報價的話 那就是呢 除息價的話 那到底做出來的結果會是多少 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那做出來的結果呢是2.36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在這邊吧 p呢就是2.36 那這個2.36呢 事實上就是 我看一下喔 就是今天k角是quoted price的話呢 其實是2.36 是2.36 是2.36 好所以我們就把它打圈圈吧 把它打圈圈過來 所以是2.36 好那假如說呢 今天我們的k呢 並不是quoted strike 而是呢 k strike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再算一下 那算出來呢 答案就是1.74喔 所以呢 p呢 也會等於1.74 我用另外一個 符號來寫 1.74 1.74 1.74 好那 這樣子的話 這個事實上是 k角是cash price的話呢 做出來就是1.74 好那為什麼quoted price的k呢 它會2.36這麼的高 然後呢 cash price呢 是1.74而已喔 那因為我們想看看喔 今天k115 我這把用 紅色來看 k115角是quoted price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呢 它的cash price呢 除息價呢 是115 但是呢 真正你要去履月的時候呢 這個k 也就是說這個k呢 還要等於呢 115 再加上2 為什麼要加上2呢 因為這個債券是半年復期次的 然後呢 選擇券到期間是2.25年喔 離它上次復期呢 又經過了0.25年 所以呢 又可以領到2塊錢的債息 也就是說呢 今天你假如呢 k是quoted price 但是呢 你要帶入公司的話 那我們說公司裡面的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要是dirty price 都是要喊息價的 也就是呢 都是要 在交易的時候真正要付的價格喔 所以呢 當你今天k 假如當初契約想 想說我這個是報價 115是報價 但是真正要履月的時候呢 事實上要把英基地區算上去的話 那這個k呢 其實是會高達117的喔 那我們知道呢 那賣權 旅約價格假如越高的話 那應該越貴嘛 那應該越貴嘛 所以算出來呢 就是2.36 但是呢 假如說 你這個k當初契約就講就是cash price 也就是呢 旅約的時候呢 這張債券就是只能用115賣掉 那這樣的話呢 代入公司的時候 就是代入那個blog公司的時候呢 這個k當然就是只能帶115啦 因為呢 你就是只能用115把它賣掉 不像剛剛的例子喔 你剛剛假如是 115是quarty price的話 那今天在履月的時候 其實呢 是可以用117把這個債券賣掉的 但是假如說當初契約呢 k就講cash price的話 那事實上呢 代入公司的時候 k就是用115帶進去 那因為呢 旅約價格比較低的賣權 他權利金就比較低 所以呢 當今天k假如是cash price的話 算出來1.74 也就不足為期了 就不足為期了 好 這個呢 是代課本上的這個例子來做 而且呢 你發現這時候呢 他已經幫我們把這張債券呢 他的quarty price呢 算出來了 就是122.82 那是因為呢 我們今天這張債券 剛好就是10年期的 也就是 他假如有發利息的話 也是剛發完利息 所以其實的quarty price 就是dirty price 就是含息價 也就是除息價的意思 因為我們這張債券呢 剛好就是剛發完利息 不然就是 才剛發行而已 好 這個是用 從課本上的計較欄題來做的 那你會覺得很愉快 因為按一按就好 可是假如說呢 你今天真的是要去帶 break的公司來做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就想看看呢 break他公司呢 到底是什麼 那基本上呢 他是一個期貨選擇權的公司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他就是 1-RT 然後呢 再乘以 今天履約價格 K 然後乘以 N-D2 這個 弧線要畫好看一點 然後呢 再減掉F0 再乘以 N-D1 那基本上就是 break的期貨選擇權的公司啦 那D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D1 其實就是log的F0 然後呢 去除以K log的F0 除以K 然後呢 嗯 這裡再加上 2分之1的Sigma平方T 好 然後呢 再除以Sigma的根號T 然後呢 D2 就是等於 D1 減掉 Sigma 乘以根號T 好 那我們說過了 就是呢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要遠期的概念帶進去 例如說 F0 其實就是債券的遠期價格啦 那這個Sigma呢 其實就是債券的遠期價格波動度 那 很多東西都是要用遠期的東西帶進去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算看看你假如真的要手算的話 那必須要算這些事情 有啦 第一個呢 就是你要去算一下 債券的現貨價 那債券現貨價呢 我們就把它寫P0好了 大P0 為什麼要算債券的現貨價 因為呢 你要去算債券的遠期價格 那我們說呢 遠期價格呢 就是等於 跟現貨價格有一些關係 所以你可以把現貨價格呢 減掉在選擇權權利期間之內 標的債券發的股息 然後把它全部折現回來加總之後 再整個複利到2.25元 所以呢 就是說今天你要去算債券的遠期價格 你就必須要去算債券的現貨價格 從債券現貨價格呢 你就可以去推估債券的遠期價格 好 這個是代公司的時候需要這個F0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就是呢 我們需要去算債券遠期價格的波動度 那這個波動度怎麼去計算呢 我們剛剛講過說 你必須要算2.25年的時候 那這張債券的修正存續期間 但是你在算修正存續期間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要算在2.25年的時候的債券價格 所以你還要在算什麼呢 你還要在算2.25年的時候的債券價格 然後從2.25年的債券價格呢 你就可以去求出呢 遠期的殖利率喔 也就是在2.25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債券的殖利率 那在那今天來看 當然就是遠期的殖利率 好 那同時呢 你算出2.25年之後的這點價格的話 你就可以算出呢 那個時候的馬凱雷Duration 2.25年的馬凱雷的存續期間 然後呢 再利用下面的這個殖利率呢 你就可以去算出呢 2.25年那個10點的修正的存續期間 好 然後呢 這整個東西算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帶你一條公司了 就是呢 2.25年的修正存續期間 乘以2.25年那個10點的殖利率 然後呢 再乘以 遠期殖利率的波動 你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求出 遠期債券價格的波動度 而這個Sigma呢 就是要用來帶入這個地方的東西喔 哇 所以你就講說 這麻煩 還是能按課本上的公司就好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滿值得來訓練一下的啦 好 所以我們就開一個新的 新的工作表 那我就把它放大一點了 好 首先呢 我們先算一下債券的現貨價格喔 那 因為等一下我們可能要弄很多東西 其實我把它寫清楚一點 債券的現貨價格 那怎麼算呢 首先這裡有一個期數 有一個期數 好 那期數呢 就是第一期 第二期 一直到第二十期喔 那因為呢 我們的債券 它是十年前的債券 但是它半年復席次 所以總共有二十期 好 然後呢 這裡就是現金流量了 所以現金流量呢 就是四塊錢 然後一直都是四塊錢 一直到第二十期的時候呢 才是一百零四塊錢喔 好 那我們呢 就把現金流量的限值 把它算出來 那因為呢 我們這個題目 它是給連續的 連續負利下 連續負利之下的 折限率是百分之五 所以呢 我們就用連續負利的概念 去把它給折限回來吧 好 所以怎麼折限呢 其實就是 每一期拿到現金流量 然後再去乘以Exponential 然後負了0.05 然後再乘以奇數 但是呢 事實上奇數呢 它是一期只有半年啊 那我們這邊呢 折限是要乘以Exponential 負RT喔 所以呢 我們再把這個奇數呢 再把它除以2 好 那我們就可以求出呢 每一個現金流量 它的限值是多少 就把它給拉下來 好吧 那這個啊 我們就把它取兩位數好了 但是它好像不讓我取兩位數了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取兩位 好 所以這樣子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債券的現貨價 好 那債券現貨價呢 還蠻簡單的 就是把它全部的現金流量折限 加總起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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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好 所以這還寫錯呢 好 這就是122.82 那其實跟我們剛剛呢 課本上算的這個122.82的數字 是完全一樣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算一下債券的遠期價格 那債券的遠期價格呢 說穿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先把 別的顏色 先把每次的4塊錢呢 都先把它折現回來 折現回來 加總之後 從今天的現貨價裡面擴掉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一次複利到2.25年這裡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債券的遠期價格了 那這個在跟前面的第五題的例子呢 事實上是做法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現在想看看呢 我們現在的選擇權權利期間是2.25年 所以在選擇權權利期間之內呢 這一個債券總共會發4次的現金鼓利 4次的現金鼓利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4次的現金鼓利折現回來 結果發現折現回來不就已經算好了嗎 就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呢 我們這裡就寫債券的遠期價格 遠期價格 遠期價格 遠期 遠期 遠期價好 就遠期價 那這個遠期到底是多遠呢 其實就是2.25年 也就是我們在今天去看2.25年之後 這個債券它的遠期價格是多少 那其實呢就是等於什麼呢 就是等於現在的現貨價格 減掉 它在選擇權權利期間之內呢 這4次的債券的限值 然後呢在整個負利到2.25年 那因為呢 我們的利率期限結構 都假設就是5% 連續負利5% 一條水平 創券的利率期限結構 所以就是乘以 0.05再乘以2.25就好了 好 所以債券的遠期價格 算出來就是120.62 而這120.62呢 就是要用來 帶進去 Break Model裡面的值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一個 F0 就把它寫一下 它就是120. 120.62 好 那我們在這邊也寫一下 Uption的資訊好了 再算Uption的資訊 那我們把它弄在這邊 所以呢 Uption資訊呢 遠期價格呢 其實就是120.62 好 那Uption資訊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權利期間 權利期間就是2.25 那旅約價格呢 有兩種討論 不過我們就先把它輸入 1.15進去 好 那五風險利率呢 就是不管什麼期間 都是5% 那下面呢 我們還要算D1 還要算D2 然後還要算N-D1 然後還要算N-D2 看起來真的是有點知識體大 然後最後還要算一個PUT的權利金 好 那需要算N-D1跟N-D2的時候 其實我們需要遠期債券價格的波動度 那我們說呢 我們說呢 要去算遠期債券價格波動度呢 需要算什麼 需要算D2.25的時候 那時候的債券價格 然後呢 再去推估 然後再去算出 遠期債券價格 然後再去算出 然後再去算出 在那個10點的Maccard Diviation 然後再去算出 那個10點的Modified Diviation 然後再去算出 那個10點的Modified Diviation 就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那同樣的呢 也是有期數 然後呢 也有現金流量跟折現 但是其實這個期數呢 因為剛剛還要出於2 我覺得好煩喔 我把他寫年份好了 把他寫年份 反正期數跟年份呢 這還是可以換算的嘛 就有點後悔做這一題了 所以呢 就是呢 站在捐到期日的時候 那下一次債券負期就是0.25年 然後就是0.75年 那這張債券呢 還有7.75年到期喔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拉到7.75年 好那同樣的呢 這張債券還是都是負4塊錢啊 都是負4塊錢 好所以到期的時候呢 就是負104塊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債券呢 在2.25年 也就是在2.25年這個10點呢 要算出來 換下說我們現在要算P2.25 那同樣的呢 也是要用利率去折現啦 那理論上也是必須要用 站在今天的遠期利率去把 這張債券呢 為了現金的要折現到2.25年喔 那是因為這個題目呢 其實它都有點簡化了 它都假設這個利率期限結構 就是一條水平狀的都是5% 而且是連續負利的喔 好所以這樣做情況之下呢 當然很不錯啊 我們就是不管 什麼期間到什麼期間的遠期利率呢 永遠都是5% 而且是連續負利的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折現回來喔 那怎麼折現呢 就是4塊錢 然後乘以exponential 然後來負的0.05再乘以T 也就是負RT喔 好所以呢 就把它全部給弄下來 好所以呢 我們這邊又可以寫一個 債券價格 債券價格 但是呢 當然這個是在2.25年的時候 的債券價格喔 好 那 債券價格呢 我們就把它全部 就把它 回來的現金流浪折現 就把它全部折現回來 折現回來 就是呢 120.62258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算什麼呢 我們要算那個 站在那個時點的 Maccala Divation 那我們經由Maccala Divation 去算出修正程序期間 那為什麼要算Maccala Divation 因為Maccala Divation 對於這種固定債 而且固定連線債券來講 Maccala Divation還蠻好算的 基本上就是呢 年份乘以債券折現的值喔 那這也就是Maccala Divation呢 它最常被用的一個定義 就是 馬考雷的程序期間就是 未來債券現金流量發生10點的一個加權平均 而那個權重就是 那個10點現金流量的折現值喔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算什麼呢 我們其實現在要算一個T T其實就是年份啦 然後呢 T乘以PV的CF 也就是呢 我們現在要把每個10點的現金流量的限值 去乘以那個10點的年份 我們要把Maccala的程序期間先算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東西呢 就相乘 就相乘 好 所以相乘之後 就把它相乘 好 就把它全部拉下來 好 拉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然後 除以債券的價格 除以債券的價格 我看一下有沒有算錯 突然 覺得有點懷疑人生 應該是沒有 好 不過 好吧 那我就在這邊寫喔 好 所以呢 就是Maccala Division 好 所以Maccala Division 其實就是 這堆東西全部把它加總起來 然後呢 再去除以債券價格 再去債券價格 好 所以Maccala Division 我們先算出來就是 5.9943048 好 事實上我剛剛有點猶豫一下 是因為我在想說 要不要把每一次現金量按摺線的權重 就在這個格子先除以債券價格 其實好像也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再處以債券價格就好 所以Maccala Division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那算出來之後呢 我們還必須要去算一個遠期的殖利率 那遠期的殖利率說穿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去找一個折線率 與時的呢 在那個折線率之下 這堆現金流量的折線 剛好呢 就會等於這個債券價格 在2.25年的債券價格 那其實呢 這個東西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那個規劃求解去做 好 所以呢 突然覺得有點好笑 好吧 所以我們就設了一個格子 叫做遠期的殖利率 遠期殖利率 那遠期殖利率呢 我們就把格子設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呢 我們還必須要有一個 還要有一個虛擬的債券價格 那我們等一下要讓這個虛擬的債券價格 等於真實的債券價格 所以虛擬的債券價格 我們就把它寫在 好 不要寫在這邊 我們就把它寫在這邊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算一下 這個遠期殖利率是多少 好吧 那遠期殖利率呢 是多少的話 我們就把 另外一個 現金流量的限值呢 但是它是在遠期殖利率之下 的限值把它算出來 好 所以怎麼去算呢 其實就是 每一個現金流量 然後除以 那一再加上這個遠期殖利率 然後呢 但是要除以二 因為現在是半年複習次 所以就是要把它除以二 我看一下 F3 然後呢 就把它除以二 然後再把它次方 那這個次方呢 現在又要用奇數了 所以這個次方要變成年份還要再乘以二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算殖利率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是 就是傳統的殖利率算法是用一期兩期來算的 然後呢 殖利率它是年化殖利率 所以你看一下我這邊 就是要把現金流量 然後除以呢 一加殖利率的平方 然後呢 這個一加殖利率的平方必須要次方 但是這個次方呢 其實是必須要用一期兩期去做的 這個是傳統在算栽券的殖利率的做法 嗯 我看我把它寫一下好了 就算傳統在算殖利率的時候呢 我們是怎麼做的呢 其實就是現金流量 例如說你第一期的現金流量 然後呢 就除以一加Y 那假如呢 你是半年複習次的話 那這個Y就必須要除以二 可是呢 你今天在算 在取次方的時候 事實上還是一次方二次方去做 所以假如說我們現在M是等於二 M是等於二 那這樣的話呢 代表說 其實呢 你必須要把年化殖利率除以二 但是呢 你這裡還是取一次方 好 然後呢 第二次的現金流量呢 也是同樣去做 所以就是呢 V加Y除以M V加Y除以M 然後呢 這裡就是平方 那平方其實是一期的意思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用每期每期來做 然後呢 假設你是T年的話 那最後呢 就是C的二T 因為呢 假如說是半年複習次的話 T年的債券呢 就有二T次的再習 然後再加上呢 你債券的面額 然後呢 再除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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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Y除以2 然後這整個呢 其實就是要二T次方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令它等於現在的四價 那算出來呢 這個Y其實就是值利率的概念 所以呢 因為它是半年複習次啦 因此呢 你看一下我這邊 你看一下我這邊 其實就是呢 現金流量除以1加 殖利率 然後除以2 那就殖利率我把它固定下來 可是呢 我的次方確實要年份乘以2 因為呢 我剛剛 這間要用年份來做 可是現在 假如要把它變奇數的話 就要把它乘以2 好 那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把它全部 拉下來 全部拉下來 所以呢 我們虛擬的債券價格呢 是什麼呢 虛擬的債券價格呢 其實就是 把這個地方全部加總起來 那我們現在目標是要幹嘛呢 我們現在要讓這個虛擬的債券價格呢 它跟真實的債券價格呢 的值要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呢 我們試圖去找一個遠期殖利率 使得呢 在這個殖利率之下呢 那這些 現金流量呢 折現回來的價格 剛好就會等於四價 那我現在呢 因為這裡的殖利率呢 是涉零 所以這裡全部弄起來呢 是164 那164跟120 當然就差異很大 那我現在呢 打算用目標規劃去做 所以呢 我必須要一個目標的函數 那我想要把這個目標函數呢 越小越好 也就是說 我這個目標函數的目的 就是要讓這兩個值呢 越接近越好 那越接近越好的 一個方法就是 我就把這兩個值相減去求平方 然後呢 讓它越小越好 那越小越好 你知道一個數平方 它一定大於等於0嘛 所以呢 你再怎麼小 再怎麼小就是等於0 那等於0的狀況就是呢 這個虛擬的價格 跟這個債券的價格呢 就會是一樣的 就會是一樣的 好那現在呢 目標函數值其實很大 我現在就是要讓這一個格子 把它變成0 然後這邊把這個虛擬債券價格 寫清楚一點 好了 債券價格 好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去做 規劃求解吧 那這資料呢 這邊有一個規劃求解 Excel裡面有一個規劃求解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好 那目標函數在什麼地方呢 目標函數其實在這邊 那我就是要讓目標函數呢 達到最小 然後呢 那藉由變數儲存格呢 就是J2 這個格子喔 好 所以呢 我就開始按下去之後 我就得到 遠期的殖利率呢 就是0.05063 那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遠期殖利率之下呢 這個債券 站在2.25年那個10點 它未來現金流量的限值 剛好就是會等於現在的市價 所以你看目標函數 已經被我弄成這麼小了 好 所以遠期殖利率呢 我們做出來了 那為什麼要求遠期殖利率呢 那為什麼要求遠期殖利率呢 因為大家不要再忘記一個式子喔 就是說 那麼就是說 馬卡拉爾地維緋項呢 假如它 除以1再加上 y除以m 那m就是每次複習的 每年複習的次數 那次上這個就會得到 所以我們就是要去把遠期的殖利率算出來 然後我們已經把MAC算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MAC算出來了 所以我們終於把遠期殖利率給算出來了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去算出修正的存續期間 修正的存續期間就是 就是MAC除以括號1再加上遠期殖利率除以2 所以修正的存續期間終於做出來了 這是5.8463049 好 所以我們這個選擇權呢 到底還差一個什麼參數 還差一個什麼參數 事實上就是差一個遠期债券價格的Sigma 所以這個Sigma到底怎麼做呢 那我們說它就是等於修正的存續期間 再乘以遠期殖利率 然後再乘以遠期殖利率的波動度 課本是20% 好 所以這個Sigma做出來就是0.0592 好 至此為止呢 那我們終於把選擇權所需要的5個輸入的變數 都已經求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求D1 D2 我們就可以把P給算出來了 這個歷史真是太悠久了 那D1的公式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F除以K 然後再加上0.5乘以Sigma 然後再乘以選擇權權利期間的平方 這個是分子的部分 這是分子的部分 然後呢除以分母的部分呢 就是Sigma 然後乘以SQRT 根號T喔 所以再把根號T算出來 好 所以這個就是D1 那D1算出來值這麼大呢 就顯然是錯了啦 所以原來我全面這裡要取 F除以K要取自然對數 換而取 換而取 好 我再來檢查看看 就是LOG的F除以K 然後再加上0.5 然後乘以Sigma M6 然後再乘以M3的平方 好 然後分母就是Sigma 乘以根號T Sigma乘以根號T 嗯... F除以K 好 嗯... 做太多東西了 我要看一下 LOG F除以K 再加上2分之1Sigma平方T 再除以Sigma乘以根號T 那為什麼我會有點懷疑呢 因為這個數字顯然太大了 大到有點不是很真實的感覺喔 所以我再看一下LOG 這個東西再加上0.5乘以M6 乘以Sigma 然後再乘以T平方2.25 然後這整個東西是分母部分 再除以Sigma 再乘以... 2分之1 哎...這個地方少一個平方啊 嗯... 我剛剛有點懷疑這個值太大 是因為呢 其實這個地方是2分之1Sigma平方T 那這個D1的值呢 很少算出來這麼大的 所以我一直在檢查 所以這是2分之1乘以Sigma 這也要平方 也就是波動度要平方 Sigma平方 然後T是不用平方的 所以這邊有點問題 做出來0.58195 看起來比較對喔 就是呢 LOG的F除以K加上2分之1Sigma平方T 除以根號Sigma 除以括號Sigma乘以根號T 這樣子應該是沒錯了 0.581看起來就比較正確 好的 那D2呢 其實就是D1減掉 然後Sigma 再乘以SQRT SQRT的這個東西 好 所以 這個地方是乘 好 所以就是0.4931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開始去做 標準常態分配 的這些東西 因此我們就 找這個函數了 好 那G呢 就是D1 但是是-D1 我們現在要求N的-D1 那是要算累積的值 所以累積的值 就打TRU1 好 所以算出來呢 就是0.2803 然後呢 跟D2 就是這樣子把它拉下來 好 最後終於要做完了 那就要做錯話 可就麻煩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開始戴BlackShorts的公司 了 Black的公司的話 那 大家會再回憶一下 BlackShorts公司 是在這裡 把Exponential-RT 然後這樣子做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 開始Exponential 然後 負的R 然後 再乘以P 好 然後再乘以整個括號 然後 裏約價格 乘以N的負D2 再減掉F 乘以N的負D1 好 所以最後交錯了 價格就是 1.7417 那我們來對一下答案吧 1.741367 其實應該差不了多少 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K等於1.145的狀況之下 也就是當初 假如契約 這個履約價格 就是寫Cash price 1.145的話 那這個賣權就是1.74 終於做出來了 我們給它一個漂亮的顏色吧 好 那假如說 當初簽約的時候 這個K是Qualted price 那真的要執行的時候 還要再加上應急利息 也就是說 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債券是用1.145的報價賣 但是呢 因為賣的時候 這張債券已經有累積了0.25年的利息 所以我必須要再加2塊錢賣出去 那這樣做出來就是2.36 就跟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假如K打Qualted strike的話 算出來的結果2.360346 那我們這也是2.36071 就非常的接近 好 所以我們就真的用手算了一遍 說到底這個債券選擇權 假如利用Black公司 它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大致的解釋了一下 那同學有興趣 我還蠻建議大家可以手算一遍的 你就知道 其實原來這個公司要做還挺複雜的 好 那我們這題就回答到這邊 回答到這邊 好 那還有一個第9題啦 我們乾脆把第9題也講一下 因為第9題呢 其實是比較短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9題喔 他說 你覺得呢 應該如何定義利率的波動度 為什麼 好 那利率的波動度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呢 你假如要延續Black 它們的架構的話 它們的波動度其實都是定義在報酬率之上 例如說 債券價格波動度 你就是要把債券價格的報酬率算出來 然後呢 去取一個標準差 那同樣的呢 你假如說你要去定義利率的波動度的話呢 我們就會說好吧 那就利率的變動量除以現在的利率值 那感覺好像在算一個利率的報酬率的概念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去算這個值的標準差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第一種利率波動度的定義 但是呢 其實這種定義有一個麻煩 因為這個顯然就是要去符合Black架構之下 對於波動度的定義都定義在報酬率的概念之上 才這麼去做的嘛 可是呢 通常在債券市場上 其實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什麼 比較關心的是值利率變動量 或者利率變動量這個值 其實很少人說變動量還會再去除一個Y的 因為這個除起來第一個很難除 第二個你去算一個利率的報酬率 這個概念上也很奇怪 那實務上通常就是說好吧 我們的利率 那今天角質利率從1.3%變成1.4的話 那到底呢 那值利率變動多少 其實就是變動10個BP 其實大部分的人呢 會去這樣子去溝通值利率 去用這個值利率變動量很難溝通 很少人說呢 我會去算一個ΔY除以Y 所以呢就等於10個BP 我這邊都是百分比 這邊都是百分比 那很少人會去算一個值利率變動量 就是10個BP 0.12百分比 然後還要除以今天的1.3 這個第一個很難算 第二個就是你去算利率的報酬率 其實實務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說真的 所以呢 那真正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什麼 是值利率變動量的概念 所以呢 能不能就直接就值利率的變動量去處理它的標準差 然後定義成利率的波動度呢 其實也有人這麼做的 那何況呢 整個學術上的利率模型呢 說真的 最後在發展利率模型的時候呢 都是直接去對DR去設它的隨機過程 那什麼DR呢 其實就是瞬間利率的變動量 它應該要等於一個具有均速回歸特性的挑移項 然後再加上一些不確定性 那因為在學術上呢 通常就直接寫DR 也就是瞬間利率它的變動量是由一個固定的項 再加上一個隨機項來做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很自然的會去算什麼 就很自然的會去算DR的標準差 也就是你會很自然的去算呢 值利率或者是利率變動量的標準差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方面符合實務的狀況 二方面呢 很多利率模型之後的比較精細的利率模型 其實數學士也是這樣子寫的 所以假如你問我的意見的話 我會覺得說 你去定義利率的波動度呢 應該是下面這種方式比較好 因為第一個它比較符合實務 對利率變動量的關注 而不是對利率報酬率的關注 然後第二個就是很多 包括1990之後發展的利率模型 其實利率的隨機過程 基本上也是就直接寫DR等一種東西 所以呢會這樣的定義會比較好 可是你也不能否認喔 其實像在Bloomberg的報價裡面 它有時候呢對於利率的波動度的報價 也是會用上面這種方式來報的 所以呢 事實上實務上都有人 兩種方法都有人在做 那學術上呢 利率模型是比較喜歡用下面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們說其實上面這種報價 跟下面這種報價 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老實說上面這種報價 就是除以一個殖利率 那這殖利率呢 假如你把它想成是一個常數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假如說今天的殖利率是0.01 你把每一個殖利率的變動量 除0.01之後再去取標準差 基本上就呢 算出來標準差就會是 delta y標準差的20倍 20倍 因為其實這0.01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就是20乘以delta y的標準差 所以呢 我們說今天有沒有除以這個y呢 事實上 充其量就只是什麼 就只是上面這個定義呢 報價的利率的波動度會很大很大很大 然後下面呢 這個利率波動度的報價呢 只會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我常說 事實上你只要從這個值的大小 大概也知道 它事實上是對上面這種東西去報價 還是對下面這種東西去報價 所以呢 你就記住一件事情 當你看見利率的波動度的時候 假如它的報價爆出來都是百分之二十 二十幾的話 那幾乎就是用上面這種方式去報價 假如說它爆出來的結果呢 都是百分之一啊百分之二呢 那就是用下面這種方式去報價 那當然你也不可以 你也沒有辦法防止說 有人根本出題目 根本就是報價錯誤啊 例如說有些題目呢 它可能用的是這種報價方式 可是呢它爆出來的價格呢 就是它爆出來的這個利率的波動度呢 就是百分之二 可是你去問它說 到底是按上面的方式報價 還是用下面的方式報價 它就告訴你說用上面的方式報價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覺得 這個出題應該是不大知道十五個狀況吧 那你可能會想說真的有人這樣做嗎 也的確有人這樣做 我們的那個期貨分析師的題目 說真的還挺詭異的 就是說它每次在寫那種利率的波動度的時候 寫出來的值都很小 可是呢你看它的答案呢 你不用上面這個報價去算 還真的找不到答案 也就是說呢 其實它今天在寫利率波動度的時候 它隱含概念上是在寫這個東西的波動度 可是呢它寫出來的值又特別小 所以就常常造成說 有些題目呢可能債券的投資組合價值是一百萬 結果你去算它95%的風險值的時候 事實上只有幾千塊錢 所以我常常跟學生說 假如今天有個債券的投資組合是好幾百萬 結果呢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 我的損失竟然不會超過幾千塊 那事實上我就不用去做避險了 因為90%的狀況我的損失都不會超過幾千塊 可是我的債券投資組合根本就幾百萬啊 那我幹嘛還去避險 那像這種東西就顯然就是題目出錯了 就是數字設的不好 那其實我也有寫信息跟政機會講 但是好像出題的老師還蠻堅持說 他的數字或許出得不好 但是概念上是對的 那我是覺得數字出得不好 人家都不曉得你是用什麼方式來報價 不過還好就是因為是選擇題 你還是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就是了 好吧 那有關於這種債券性或選擇權的計算方式 還有遠期債券價格的波動度 還有利率的波動度非常低 我們就探討到這邊 好